想让你天马行空的想法化为现实吗 跟住我们 我们将带你进入Design的神奇世界 展示如何使用其Text to Image功能 让你的创意瞬间变成美丽图像 Design的网站连接我们放在下方说明栏 有观看我们之前影片的朋友可能会注意到 Design和Styler非常相似 这是因为Design其实就是Styler改名后的新名称 因为这次改名Design提供了50%的折扣 只要输入上方折扣码就可以得到半价优惠 时间到7月15日截止 需要的朋友可以把握这次的优惠 或是将资讯分享给需要的朋友 进入Design后网站显示的是英文界面 若您使用的是Chrome浏览器 您可以点选滑鼠右键 选择翻译为中文 这里我们点选免费开始按钮 您可以使用Google账号或是email进行登入 一开始我们先选择画布比例 画布左边的标签 上传是让您上传自己的照片 文字转图片 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要内容 图片转图片是使用我们现有的照片 去进行材质或者是风格的转换 本地编辑 则是将图片里面的物品圈选起来 改成我们输入的内容 插入对象是将圈选的范围导入我们给它的参考影像 换脸功能 则是将图片中的脸以另一张脸替换 脸部修复 是将生成后可能歪斜或模糊的图片修复并增强 扩张功能 则是当你的图片不足以填满画面时 它可以帮你扩张生成图片以填满画布 提高 则是用来提升画面解析度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 请点选文字转图片 点选定制款式 这里您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风格 接下来在这个栏位中我们可以开始输入自己想要生成的图片 你天马行空的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实践 例如我在这里输入戴着墨镜的乌鸦 踩着滑板在香蕉上滑行 下面还有一个进阶选项 可以让你输入不想在图片中看到的内容 这里我们跳过直接点选产生按钮 因为我们使用的是免费版本 所以生成图片的等待时间较长 画面会出现这个提示 提醒您如果订阅可以跳过排队时间 去除水印等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按右下方现在订阅按钮 要提醒您现在开始到7月15有半价优惠活动 订阅时别忘了输入折扣码 我们回到图片生成的部分 在design中一次会生成4张图片 你可以从里面挑出一个最符合你期待的图 选定后点击两下就可以将图加入画布中 我现在选定了这张图 可是觉得画面有点拥挤 这时可以使用扩张功能延伸我的背景 效果非常的令人惊艳 同样选一张自己喜欢的图 这时我注意到我要求乌鸦要戴墨镜 可是这里的乌鸦并没有戴墨镜 我决定自己帮它加上去 点选本地编辑 然后将要加入墨镜的范围圈选起来 在提示词栏位中输入墨镜 点选产生之后 同样会生成4张图供你选择 这时我们可爱的创意图片就完成了 喜欢今天的教学吗 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 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AI探索网站 收集了各式的AI工具 连结放在下方说明栏 有兴趣的朋友记得去找找看 有没有你需要的工具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